小女孩一脸惊恐地躲在柜子里,呼吸急促,外面一个男人的脚步越来越近,突然,一个沾满鲜血的手将柜门缓缓拉开,光是这个短短一分多钟的开场,就能感觉到这部最新开播的台剧,第三部局,成杀货没那么简单。 乍看之下,这个片名有些劝退,但千万别因此就弃剧,不然绝对会后悔,第三部局比较好理解,指的是剧中案件的发生地,新北市警察局第三分局,其中目局二字也带出了这部犯罪题材剧的疑惑感。 至于成杀货,其实是佛家用语,三货之一,指迷惑于界内外横杀陈述所起的各种货账,在剧中可以简单理解为红尘中式的迷障与烦恼。 这部开播不久的台剧,口碑不俗,豆瓣评分8.5,卡斯也都是演技派,庄凯勋,凭借目击者直追凶,提名影帝,还主演了今年年初的高分台剧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,张荣荣,非常有个人风格的混血美女,《姚猫传》中的贵妃扮相非常惊艳,刘冠婷就更不用多说了,她简直是这几年台湾影视圈的劳模,近几年那些获奖的电影几乎都有她的身影。 演技有了保障,尺度也不用愁,本剧由HBO制作要知道HBO向来以黄暴著称,可想而知,这部犯罪剧的尺度也绝对小不了。 一上来就是意气手段相当残忍的欺失案,被杀害的女人名叫妮可,是个酒店小姐,一天晚上,她接了一单很偏僻的生意,走着走着,她突然被人击倒,头部受了重伤,直接致命。 倒地之后,大量鲜血从她的头部涌出,场面十分血腥,袭击她的罪犯非常残忍,也非常变态。 她将妮可的尸体从腰部结成两半,还用鲜肉染红了妮可的指甲。 案件发生后,警方介入,这位被害人妮可和警局的两位警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张荣荣饰演的徐紫薇是位正义感爆棚的女刑警,工作起来强势又勇敢,最痛恨欺负女人的男人。 在一次例行检查时,正巧碰到了被一个富二代欺负的妮可。 妮可不愿配合富二代林明杰玩乐,被狠狠地甩了一巴掌。 徐紫薇见状上前关心她,但由于林明杰是检察官的儿子,妮可知道自己惹不起她,根本不敢告她。 一方面,妮可不想惹事上身,另一方面,她根本不信任警察。 她对徐紫薇说,有个变态总去她家里投她的内衣,骚扰她很久了。 她报案了也完全没用,妮可不知道的是,极恶如愁的徐紫薇知道这件事后,真的安地里帮她调查。 只是当徐紫薇抓到那个骚扰她的变态时,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刘冠婷饰演的陈家豪和徐紫薇同在一个警局,与雷厉风行的徐紫薇相比,陈家豪就是个菜鸟警察。 她跟妮可的关系非常模糊,妮可把她当作自己的男友,但她与妮可见面,更多是为了收集情报,发生关系之后, 她还会给妮可签美其名曰献人费。 陈家豪也不是个没有故事的人,从她的言行中可以察觉,她一定在隐藏一些事情。 她平常看起来就是个职场小白,但是抓捕犯人时又会露出非常狠辣的深情。 她最近在办非法入境的案子,在她和徐紫薇的追捕之下,有个越南黑工因为非法吃枪被捕。 被捕时,这个越南黑工身上有可疑的血迹。 多番调查之后,她成了妮可案的重大嫌疑人。 在徐紫薇和陈家豪的审讯之下,这位越南黑工招了,但她只承认自己有袭击她,并没有杀她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此不承认的越南黑工在分局长介入之后迅速认罪。 方案如此之快,其中疑念重重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这个越南人根本就是个替罪羊。 那么真凶到底是谁呢? 藉由此案更牵扯出了一起跨越23年的连环杀人案。 23年前,开篇提到的躲在柜子里的小女孩正是徐紫薇。 她目睹了一起杀人案,作案手法和妮可的案件一模一样。 那个杀人犯正是徐紫薇的父亲。 如今父亲早已复发,三年前也发生了一起作案手法相同的案件。 被害人同样视为酒店小姐。 这位小姐是陈家豪的女友,当时的陈家豪还是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。 女友的死激发了她立志成为警察的决心。 同时,徐紫薇也参与了三年前的案件。 当时的罪犯劫持了庄凯勋饰演的议员杨启超,将她作为人质。 危急时刻,徐紫薇开枪射杀了罪犯。 看起来,两起案件的凶手都已经落网。 为何相似的案件还在发生呢? 难道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吗? 议员杨启超也是这起连环杀人案中的关键任务。 三年前劫持她的歹徒有两个,一个死在徐紫薇的枪口之下, 另一个最近又找上了她。 从议员的眼神中可以看出,她对这个歹徒不仅仅是恐惧和害怕, 她和歹徒之间似乎有着什么不可言说的秘密。 平日里,她看起来是个刚正不阿的好议员, 会议上,她置地有深地问责,为人民警察争取权益。 然而当提起三年前的那期劫持案, 她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, 种种迹象表明, 她当年恐怕不只是一个被劫持的人质那么简单。 随着剧情的推进, 罪恶也在进一步地蔓延。 一位名叫佳佳的酒店小姐来找议员杨启超求助, 她声称自己的钱财全被男朋友骗走了。 杨启超答应帮助佳佳, 然后第四起杀人案发生了。 同样的手法被害人正是佳佳, 目前这部剧才播出了一半, 那层层递进的不安过程, 以及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的过程, 已经吊足了观众的胃口。 环环相扣的文本, 全员在线的表演, 精彩又不失深度的追凶,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让追剧的念头根本添不下来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, 我们下期再见哦!